外交弊案的前行政院副院长邱毅仁 他这个年一定也过得不会太好过的 因为呢这个王建勋呢亲自出来打火 他要弹劾邱毅仁以及黄志芳 邱毅仁呢我们独家拍到了 他在交保之后头一回的露面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一起来看 亲自开门收过号信 这可是邱毅仁星期六第一次开门 收信的这一分钟 邱毅仁始终隐身在门后 不改当情报头子时的低调个性 一拿到过号信立刻还门 秘书长 秘书长 就差没把媒体列为拒绝往来户 才刚开门激紧的邱毅仁一眼 就看到媒体表情有些不自在 还刻意用门当掩护回避镜头 进去前一秒再瞄一眼 似乎要看清楚来者是谁 仔细瞧下午一点钟邱毅仁还穿黑色外套 灰色裤子一身居家装 丝毫没有要出门的打算 小宝后的邱毅仁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家 足不出户 在他家的门口也放了一台 曾经说要给肖美琴的找到车 上面已经上锁 而且有一些灰尘 可以看到他平常其实很少使用这台车 看来单车的主人真的很少用它 和22天前离开看守所时相比 邱毅仁现在头发稍长 脸颊也比较圆润 但昔日当富格魁的风采 已不复见 邱毅仁周六整天没出门 晚间选择在住家二楼独处 因涉嫌诈领机密外交费 邱毅仁曾经在看守所度过50天 牢狱之灾 交保护的他鲜少出门 住家俨然就像是细致看守所 今天新闻前一番林家园台北采访报道